欢迎收看什么道理 今天要讲的叫 我的控制狂父母 这个不是要造成你们亲子的关系的破裂 因为在场我们也都有控制过别人 也被人家控制过 其实每个人都在这样子的一个 紧绷的关系里面捆绑跟被捆绑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整理 我们可不可以把以下这些句子 稍微注意一下 也许可以改善你们的亲子关系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组专家 他们分别要帮我们演绎出 所有控制狂父母会做的一个事情 首先就是我们的邓医师还有阿德老师 然后在我的右手边是彭吉仙老师 还有王凤刚医师 那么有一个说法 美国每13个成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在不健康的控制底下长大的 这包含是父母试图操控孩子的饮食穿着 言谈金钱 人生选择社交生活 跟不允许孩子发展独立人格 我曾经去上过一个父母成长班 然后我朋友他们也没有空去上 他就跟我说 你有去上课的话你要回来跟我们分享 我就说好 结果有一天上课我跟他分享的时候 他就说 余梅你分享一些有用的好不好 这个不用分享 我说为什么这很难 他说这有什么难的 我说你回家试试看果然很难 那一天的父母成长课是告诉我们回家要练习 不准对孩子说命令句 不可以对孩子说命令句 我说朋友说 我们哪有说命令句 我们最民主开放的 那个小宝 去把那个饭吃一吃 你怎么还没有把饭吃好 快点睡觉了 几点了 不要再看电视了 OK 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玩具收好呢 全部都是秘密句 所以之后后来我再想 老师给我这个功课 那天我跟孩子相处的就非常好 因为我几乎没有办法讲话 因为发现每一句都是秘密句 都是秘密句 OK 真的 所以真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各位 你试完在社交媒体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能不能做到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控制狂父母的经典名句 我给你讲喔 看好喔 因为我每拆一个 你就会在家里的客厅这样 对 我妈就是这样 OK 好 有没有听过 你以后会感谢我 你现在讨厌我没关系 你以后就会感谢我 等你成功你就可以打感谢 对啊 不用啦 有没有 有 好 第四句 不要问为什么做就对了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以前你阿嬷也没有跟我讲为什么 你没有跟我回答 对不对 不要问为什么 做就对了啦 那么多为什么 好 再来 第三句 外面容易吗 外面世界很危险啦 我是爱你不是害你啦 你要听我的啦 OK 第二句 你爱就是给你教的 好 你要听我的 第二句 管你 你吃我的住我的 我管你不是刚好吗 要不然你自己吃自己住 我就不用管你 OK 如果到这里 你的父母都还 你都还没有听过你父母 讲过这些话 你不是亲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来 再来 第一名了 我是为你好啦 OK 是你是我的孩子 我才这样 那路边那个小孩 我有在管他吗 对不对 我是为你好 我会害你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五句的这个金句 那我们今天有两组的专家 他们各会抽到一句 然后他们必须 把它用在这个对话里面 把它用出来 所以现在其实 做专家也不容易 还要这个融入这个状况里面 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的 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现在就用那个模拟的方式 来告诉你 这些句子会发生在什么情况 好 我们这边有这个五大金句 然后呢 这个邓医师演的是家长 妈 那你演的是小孩 妈 好不好 那所以呢 剧情都一样 但是你们一定要在你们抽到的 这个句子里面 在这个句子里面讲出来 好不好 我们这个不是要考验你们 我不是要告诉你 它有多容易发生这五句话 好不好 爸爸在家里看到女儿要外出 问他说这么晚了 你要跟谁出去 为什么要穿这么 吐露的衣服 穿这么少 然后你要说 我只是跟朋友 去家里附近而已 马上就回来 然后说你跟朋友出去是跟谁 姓名电话给我 就跟你说是朋友 只是跟朋友去7-11 有必要这样大惊小怪吗 然后最后就是甩门出去 好不好 剧情就是这样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一下家长 请你抽两张牌 外面世界很危险 所以要听我的 我是为你好 我觉得这根本是 比较团子对你来讲 好不好 这个我可以 因为这两句是我最有重道的两句 真的 我一直都觉得 我管我小孩都基于这两句 这样我每天 OK 开始 我要出门了喔 妈 你穿这样是要去哪里 就是附近而已啊 跟朋友就是聊一聊 喝个红茶 进去换一下T恤跟牛仔裤就好了 有必要那么紧张吗 肚子这一圈露出来会吹到风 绕帅 不会 现在满街上都是这样的人 穿着衣服 你家也没有在绕帅啊 宝贝 现在11点了呢 是 我们家附近很安全 你要去哪里 就是这附近的一个红茶店啊 哪一个红茶店 就你真的要问那么多吗 你那么不相信我吗 你以为我没有去过红茶店 是怎么生你出来的啊 好 我就冲出门了 蹦 我就追到红茶店 我只要追到红茶店 小姐 有一个肉肚皮穿沙的 在这里 你看 我到现在还没有拉肚子 在这里 你朋友在哪里 我朋友快要来了 我们在等他啊 让你等 是 让你等的男孩子 你也在交往 你不要乱讲 那是女孩子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就是你看啊 我没有告诉你 都很紧张成这个样子 跟我回家 跟我回家 妈妈不要拉我 我是为你好 好 如果你真的是 有了有了 好 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 你应该告诉我 为什么这样是对我是好的 我这样做坏在哪里 对方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三晶半夜 她妈妈也不管她 你跟这种朋友在一起 会把我的教养都忘光光 我很想问一下 你每次出门的时候 都跟你妈妈交代吗 对啊 阿嬷的确是这样对我的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们家的家训 外面的世界 为什么家训 我到今天才听到 你做什么父母 因为我在讲 你都没有在听啊 外面的世界非常的危险 像你人家的漏肚子 你妈看到那边 那几桌那几个 有没有 那几个大哥 那几个大叔 是 他们都在给你看 我觉得这个社会 如果有那么危险 我们政府一定会告诉我说 女生几点以后 不能穿 露肚子的衣服在外面 政府这种事情是让爸妈来负责决定的 政府没有办法管到这么多 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我是为你好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危险 你没有听王妈妈说 她女生 全奏 OK 全奏好顺喔 是不是很好用 我们今天其实是 好顺 忍不住一定要讲那些话 对 这句话是不是很容易 可是这不知道为什么 她讲的这每句话 越有道理 我又越听不进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说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在为我好 但是这里面为我好的步骤都没有 空的 就是这个好 这个好没有细节 然后突然 就是她因为一个父母的焦虑 突然就把这个好丢出来了 其实在她的那个抗拒当中 虽然我很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 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情绪 就是觉得说 她越是这样 我越是要把她控制住 对 我觉得有时候 父母真的会陷入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会开始觉得 她已经 其实我们父母会抓狗 都是你们小孩害的 为什么是我们害的 你为什么不好好 就是就像说 我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样是不是大家都不会抓狗 如果你这样 我就变机器 我永远不会成长 也不会独立 你如果机器 我还要熬我 米豆腐咧 就叫她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个 杜子肉依杰跟穿沙 是她告诉我的 是 可以讲吗 是她女儿 第一次出门 她也是有feu的 她在跨年喔 她穿那么少 你不觉得超恐怖的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剧情 是阿德自己发生的事情 她很棒耶 她一句话没说 让她出去到一点 我那时候还跟我太太讲 她说 漏 年轻的时候不漏 当这个年纪才漏吗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那种感觉 就是说当小孩子不听你的话的时候 你会讲出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喔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话 因为外面的世界好危险喔 已经把我的宝贝变成我不认识的样子了 所以这世界是对谁危险 是对妈妈危险 对妈妈太危险了 不是对小孩危险 妈妈的恐惧 那我是为你好这句话怎么办 这个没有错啊 对在哪里 你知道啊 一个答案来讲就是喊口号说 嗯 我要打到最厉害的城市 方法是什么 你就是没有一个方法 而且来讲说你讲这句话 真是一个不好的时机 其实这 因为都是发生问题的时候 急着要我乖乖就翻的时候 才就对出这句话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被坏人拐袍 或者发生不幸的事情 我就先制止你 我不是为你好吗 所以你是制止我不是为我好 我听过的小孩子 对这句话最抗拒的就是说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知道怎样是对我好吗 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我会不知道吗 我喜欢糖我不喜欢盐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 你还想要为我好 吃盐才能够有电解质 我这样 那个就是亲子接任的争执 最大的问题是说 在那个那一时刻里面 其实都没有在 站在对方立场上想 都在坚持自己的立场 这样的沟通其实没有意义的 就是会累积很多的说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感觉是父母慈穷了 才会讲这句 不是 就是很焦虑 急着要去掌控 才会讲这句话 也是慈穷啊 然后其实是 其实父母反应的 根本就是自己内在小孩 也就是他完全被沟通了 他作为一个不能控制人的 那种幼小的状态 所以常常这时候小孩看起来 讲的话更有力 我是建议说 孩子如果听到妈妈跟你讲说 我是为你好 你那时候就把这句话 解读成说 父母的怎样打死都不要讲这句话 会被看破手脚 是 还有这个 而且会反效果 对 外面世界本来就是很乱 外面世界本来就是很乱啊 是啊 外面世界很乱 你要早一点提醒我啊 为什么这时候才跟我讲 我就跟你讲 一直有跟你讲 我一路就跟你讲啊 那你告诉我 有多乱了 多危险了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 你是不是要看那凶杀案吗 没有强暴案吗 如果这样 如果你也看过很多 那个夫妻婚姻不合 然后就互相互砍的 你为什么还结婚 当初阿嬷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也是不信阿嬷 我现在回头很后悔 是不是 是不是就会讲这一句 对 是啊 可是重点是 我这么年轻的时候 我要开始学习 为自己的决定做负责 你自己可以负责 那你怎么不吃你自己用你自己 为什么要用我的 你能够负责 是 那为什么衣服我要帮你洗 其实你可以不要帮我洗 也许我自己洗 会更好 确定 谢谢 掌声鼓励 谢谢 好 我们还有三句 那你演家长 你是小孩 好不好 那王医生 我是温和的家长 真的 你是温和的家长 但是温和而控制的家长 好 好 你抽到的是 你也会感谢我的 不要问 不要问为什么 做就对了 所以接下来的状况剧里面 你要用到这两句 爸 我要出门了 出门了 是啊 时间蛮晚的 哪有很晚啊 现在才十点半 我同学都还在线上 是 怎么会晚呢 这么晚的时间 同学都还在线上 你就线上跟人家聊 不是 你看我同学都在线上 所以你要去做什么 我就在楼下走一下 转角有个咖啡厅 是 跟同学碰个面聊一聊 就这样啊 那个同学我认识吗 当然是啊 就在线上不必跟你讲 你已经很熟了 好吗 我们是男女合班 是 对 所以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 是个男生 对 我不知道的 大家都很好啊 他来过我们家 一群人都来过我们家 一群人 那这次也没有一群人来 就只有一个人 他拿一个东西给我就走了 把你不要想那么多 好不好 现在小孩都这样 如果他只是要拿个东西的话 那我门打开 我们请他上来 他不好意思 好吗 拿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像你说的 不过我就下去 只有十五分钟 好不好 最多半小时 我就回来啦 人家在咖啡厅那个地方 实在是有点危险 哪边危险 你告诉我哪边危险 哪边危险 咖啡厅都是人 如果这个家伙在你的咖啡厅 那他就丢他的脸了 你下药 只是丢脸 他不会敢做这样的事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你真的想太多了 我跟你讲 如果你了解男人到底有多 男人 他是我同学 你爸就是这样把你妈搞上床的 这样才有你的 所以你要知道 不然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我跟你说 你现在先不要问 你乖乖在家里面 你将来如果发生的时候 事情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你不知道 事情如果出现的话 你听到别人 你的朋友们 也被这个男生拐的时候 你将来会感谢我 你可以先拿我的同学 听到你的话 是 有了 将来会感谢我的 我会感谢你 我现在 我没有办法相信我这么一天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我十五分钟就回来 请相信你的女儿 我十五分钟就回来 我愿意 我愿意相信你 冲去你 都讲到了 OK 刚刚他是用比较 包装的方式讲这个 你不要问为什么 你就是听我的就对了 你也会感谢我的 对不对 所以 来 你也会感谢我的 事实上有很多人是后来 才感谢父母当年的劝告 最主要是因为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有 有被证明过OK的 是 而且很多老师 什么表情啊 没有这句话 即使是真的 在这儿讲出来 是刚好是假的 可是这时候 小孩不会听进去 因为都在情绪上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说 小孩子考虑的点 跟父母亲很有经验的 状况之下 考虑的点是不一样的 那小孩子心里面 世界的风险 远远低于大人的 小孩子的 大人的世界 对 比如说 他朋友把他邀出去 那作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 女儿自己裙子穿那么短 然后他故意穿那么短 别人男生用那样子眼光 看着他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怎么样看其他的女生 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会投射出去 是 像你这样的爸爸 一直去丑化我的朋友 即使我的朋友 并不是多震惊 可是你就是已经把他 框架出这样的形象 你就会去捍卫 我就去捍卫他 我就为反对而反对 我就告诉你 他就是很好 那请问你 这句话 小孩子目前是不买单的 是 在情绪里面是不买单的 那这句话为什么 很多时候是比较 年纪更小的时候 小孩子会用这样子的话 你长大了你就会懂 你将来经历过就会懂 做就对了 你没有办法去用很短的话 来去描述你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那种什么 子欲养而亲不得 或者是说那种 养而方之父母恩 为什么要叫养而方之 因为我再怎么跟你讲 你不知道父母有多幸福 可是有时候我也觉得说 不要 就是说不要自己读了两天书 就看不起父母的那个应答 有时候是这样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那个国中的时候 有一天就问我 故意问我妈 妈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妈正在扫地 她说我怎么知道生命的意义是谁 我才知道你 突然觉得 妈你好厉害喔 你跟蒋中正一样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宇宙 积极 知生命 他说的也没有道理 也是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 父母有时候是 我好怕这一集做完之后 很多父母来抗议 以后都没有句子 可以骂小孩 可以跟小孩沟通了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父母的一个 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的威严 应该是说 有很多的道理 你必须要靠人生经验去体会 你光是用嘴巴讲 不是那么容易讲得出来 禅宗不是常常讲吗 真正最重要的道理 那庄子也讲过同样的话 你真正的道理 可以行出于文字的 那个都是糟粕 那很多成年人 经过人生经验里面 体悟出来的东西 他对于这种社会的危机 或者是不安全感 他会因为想要保护他的小孩子 所以投射到小孩子身上 可是大多数的小孩子 他们只想要冒险犯难 他们不知道 父母亲内在这种交流 可是我觉得 就是父母也有一个趋向 就是会灾难化 就会觉得他的投射太过多倍于 那个实际的可怕 以至于他其实 他觉得男生都是他那样的想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他会放大很多危险性 因为他很爱他的女儿 所以很容易会这样灾难式的想法 那因为呢 第五句没有人 没有人讲好不好 很恐怖的 是 这句竟然轮到我 OK 好 你不要讲 你爸爸嘛 我就是妈妈嘛 你不用跟他讲那么多 你不觉得这句话 阿德老师比较讲得出来 你都吃我的 我怎么不能管理 这是这种形象 可以啦 你要嘛 刚才爸爸讲书他的感觉 对不对 你要下去喔 对 我要下去 为什么 我跟你说十五分 我就回来了好吗 你吃我的 住我的 我不能管理吗 你又来讲这一句 你只会讲这一句 我讲这句就很厉害了 那是什么样 因为你就是吃我的 住我的 不然你出去 不要回来 我就出去了 就是这样 逼出去了 我跟你讲 这句话最后就会 这句话为什么最后 会没有效果的原因就是 当他不靠你的时候 你拿什么控制他 而且这句话还有一个危险 就是把对方就 就是逼向那个 很情绪的极端 对 那你知道这种话 就是要么就孩子 就离家出走 就是啊 就是这样就离家出走 不然就是失恋 就是这个其实都是很惨烈的 OK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我们请问一下 那个王凤刚医师 就是说最常见的父母的控制手法 到底有哪一些 控制狂父母 大家好好看 一定要更精进 各位父母 是 一般来讲那种控制狂父母的这种四种形态 第一种比较常见的是 亲情勒索 那现在有个蛮流行的话叫做情绪勒索 不过平良心讲情绪很难勒索到别人 比如说现在我很生气 我要勒索到美人节 大概不太容易 如果我们没有关系的话 那基本上这种情绪很难去勒索到别人 所以大多数能够勒索成功 他都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那这种东西我们叫亲情 那这种亲情很多时候是建立在长时间的相处上面 所以说为什么人家讲说 生的放一边养的大过天 因为养你的人是长期跟你相复在一起的 只是说在面临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所有的关系里面 基本上他都是互相的 即使是一个小婴儿 他刚出生 他不会帮你赚钱 也不会养你 也不会帮你洗衣服 但是这个小孩子 他只要对你微笑的时候 很多爸妈他就在打从内心获得一种喜悦 这其实就是你从这个婴儿身上得到的东西 可是很多时候在做情绪 这种所谓的亲情勒索的时候 很习惯把所有的东西都 责任都丢给对方 比如说我遇到的那种爸爸 最喜欢讲的这件事情就是 我出去这么辛苦赚钱 我出去这么辛苦应酬 我还不是为了你 还不是为了全家 这句话我最会回答 爸 不管有没有为我 赚钱都是很辛苦的 实际上的做法 人世间赚钱就是很辛苦的 OK 所以你不是为了我 应该这样说 其实就算没有这个家庭 这个男人难道就不希望飞黄腾达 就不希望升官发财吗 但是你会发现 在这种亲情勒索的过程中 很喜欢把这样的东西 就全部丢给对方 那当然这是一种 属于比较攻击式的丢给对方 那我看过另外一种的 责任的转嫁的方式 就是那种 把攻击自己 我就是赚不够钱 当时我就是没有提供 拿钱给你上大学 我就是我的学历不够高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才不来看我 所以你才对我这么忤逆 所以你才看不起我这样子 那他不去检讨说 他平常做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也不去检讨说 他平常对小孩子 其实 他就想说因为你看不起我 因为我过去对你付出不够 对不对 他就坐实了这种东西 去做亲情上面勒索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另外一种方式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其实道德绑架 它本身有点像是一种价值的传递 因为我知道不同时代底下的不同道德 比如说各位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谈父母亲的不是 那在两百年前的话 搞不好我们通常都是非常没有道德的 玩笑 我们大概都要 都要这个被绑父刑场了 天地君亲师啊 是不是 所以这种道德绑架 有时候是用道理绑架 来去做一种演示 那我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 我讲一大堆所谓的大道理 然后告诉你 你应该去念什么样的书 告诉你将来要去做什么事情 小孩子觉得想要画漫画 但是我告诉你说你这个东西怎么会有前途 所以你要乖乖去跑去念书 这种用道理来控制 但是实际上它的背后传递的是 他把自己的价值观 他把自己的价值观丢到小孩子身上 而且很多父母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 就是说我们想要让人生再来一次 我是当医生的 可是我当年念甲祖的那些人 有很多现在已经退休了 五十岁 可是他们当初去做软体 所以身家有好几亿 我可能会觉得说 当初如果一念甲祖 不要来念医生该多好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健保 我不知道当医生这样 这么惨 只不知道当医生之后 就健保开始了 很多父母亲都有这种想法 所以想要这个误区就是说 其实你转 你想要人生重来 但是你希望孩子帮你的人生重来 是 但是实际上 就算你真的有第二次的机会 你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 你就会成功吗 可是做父母亲都很奇怪 他有这种很强烈的信心 好像只要小孩子听了他就会成功 那第三个 就是所谓的手足竞争 我们从小的时候 每一个人出生 大多数的时候 如果说只有独生子的话 那也容易 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会在兄弟姐妹之间 寻求父母亲的认同 而且会跟兄弟姐妹之间 去竞争说 看谁才是最好的人 所以遇到一些案例 爸爸妈妈会用 让挑拨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方式 来去操控他的小孩子 那你的妹妹就不会这样子 不问不问 那你的哥哥呢 每个月就会拿钱过来 但是实际上 哥哥 妹妹 他们各自有看 他们的长处跟短处 实际上不太需要用这种方式 但是有些父母呢 会用这种方式 来去挑拨他们的感觉 父母去挑拨自己的孩子们 是 因为方便管理啊 对 这是管理学的一个金科玉律啊 实际上应该说是 我希望你们能够互相 学对方的好处 当然 但是从旁边来看的话 就像是在挑拨啊 王医师说的 这个是我们在看家庭的问题的时候 非常常看到的线上 因为父母他心里面 很清楚地知道 我就是让你知道 听我的话就有好结果 然后另外一个人 就会被孤立 所以他也只好听 所以这是控制最好的 对 有听的 好像父母对他比较看重 对不对 所以为了争取父母的爱 我就只好做更乖的小孩 OK 好 再来 最后一个 也常见 但是 有时候会用生病 或者是身体虚弱 或是用这一类的方式 来去达到他控制的目的 当然能够用到 会用到这招的爸妈 其实本身通常也是很弱势 只是说我遇到很多的那种 小孩子对于爸爸妈妈 用生病这件事情 来要求东要求西 他们觉得非常的痛苦 有没有遇到那种很多 拒绝生的小孩子 很容易肚子痛 其实有时候 当他没有办法 用其他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需求的时候 他会用身体的症状来表现 所以通常这样子的爸妈 已经没有其他的招数 可以来表达他的需求了 所以他只要用这种方式 来去间接地去控制他的孩子 是 所以有没有可能 这些父母就说 其实是在用 你看不管是勒索 绑架 竞争 相依 他都在讨要一个什么东西 没有 他就不是在讨要什么东西 而且他讨要这个东西 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真正的需求 而是看大家都在讨这个东西 他就跟着上去讨 这些都是罐头式的 甚至他在争取这些东西的过程 即使争取到 他也不知道干什么用 是 所以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 黄老师就是每个失控的孩子 后面都是因为有一个 控制狂的父母 可以这样直接这样连结吗 可以说就是有很多面貌 就是说展现出来的一个表象 可能后面都是 父母的控制欲在 比如说 举例 像有一些孩子 我看过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曾经带孩子 去买参考书 因为国中高中都要考试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就看到一个爸爸 拿了好多数学参考书 各种版本 然后去结帐的时候 然后老板就说 你干嘛一个数学要买这么多版本 他说 我自己会回去把它整理成一整份 最适合我儿子的版本 好 我要亲自来把这个 不要让他浪费任何时间 做一些不必要的题目 当下我就听到说 这个 这个孩子的压力是多大 如果那个 我是他的孩子的话 那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孩子会感受这么大的压力 他背后就是一个父母就是 不允许他有任何失败的可能 可是你们好残忍喔 这个爸爸那么认真 被你们讲成这样 所以当时我其实第一个念头是 我好惭愧 我都说不到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第二个念头就跑出来了 如果我是那个孩子 或我的孩子是那个 他的那个位置 孩子的位置 那个压力是有多么的大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 等于是这个 这个爸爸剥夺了孩子在学习 他帮他做这些事情 这个学习被爸爸剥夺了 对 所以我在读 然后呢 付出越多的人 做得越细的人 会越上瘾 对 上瘾 就是那个上瘾就是要越做越细 那细到就会有所求 就会有对等的所求 越做越细就是照顾得越无为不至 是吧 是 像我现在读到那个 虎妈的战歌这本书 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 就是控制 控制力超强的一个妈妈 他最后怎么跟孩子讲话 女儿 帮我多累两个小时的琴 女儿 这一次你帮我拿到 全省低迷的钢琴 帮我 帮我 他每一句都是帮我 看了书我都会觉得说 很混乱的 为什么是帮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一个人 控制一个人 控制越来越深的时候 他就都不用作假 连那种客套都不用做了 就会直接讲 因为他就是直接用命令的 对 他已经直接了 然后就有 很多西方人看他的书 就觉得很混乱 就说 你做这么多 到底是为了你自己 还是为了孩子 他说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你们西方人的观点 对我们东方人来讲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对我们东方人来讲 孩子的生命 就是做我们的生命的延续 所以这当然不需要问 其实你说那个虎妈的赞歌 很多父母是 等于是拿到一个圣经 而且告诉你这样做是有效的 你看那个朗朗的爸爸 是怎么 逼迫 栽培 朗朗 其实这个朗朗这个书 我有仔细地读 我读的时候非常的感慨 而且很多感触 你知道朗朗跟他爸爸抗议的时候 是 对 是要把他的手弄坏 其实他为了这个 他恨他爸爸最后 他有三个月是不碰琴的 而且他为了报复他爸爸 他还刻意把手去捶烂 然后他很好就是他碰到一个贵人 他有一天很想吃西瓜 然后他就去买西瓜 然后他敲西瓜的方式 就在弹钢琴 然后那个贵西瓜的老板说 你怎么这样敲那个西瓜 我觉得你好像很会弹钢琴 他就讲说 我是很会弹 但我完全不碰 我现在绝对不碰钢琴 然后就讲讲讲说 为什么 他就把他自己故事讲出来 然后那个卖西瓜的老板就说 我觉得好可惜 其实 伤害你的是你爸爸不是钢琴 他听了之后就马上觉得 这句话就打到他了 然后他就回去想说 对 我要报复 我为什么要报复我爸爸 报复我的钢琴 然后在一个偶然机会 他又不小心弹到钢琴 三个月之后 他整个人就震撼起来说 我根本没有办法离开钢琴 所以我觉得朗朗他非常有智慧 是他跟一般孩子不一样的事 他想通了 他就在心里说 我根本离不开我爸爸 所以他够有智慧去截取 爸爸给他的所有的 对他来帮助的东西 做家长的 不会看到这段心路历程 对 做家长的只会看到朗朗 后来的成就 就是因为他的爸爸 这才是我们的迷思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些 控制狂的父母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 就是说他本身内心的恐惧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些 控制狂的父母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 就是他本身内心的恐惧是什么 对很多父母而言 小孩子去碰 去撞 去做刚刚大家说成长过程 要经历的磨练 这件事情对父母来讲 是很讨厌的 那就是我要承担风险 因为小孩子闯祸 小孩子受伤 常常父母自己也会受损害 所以父母其实是不愿意的 我们讲夸张一点 有的父母不让小孩 去玩游乐园的器材 不能溜滑梯 为什么 不能危险 然后例如说 你知道吗 我有遇过个案 那个父母是 他去查检查幼儿园 要送他小孩去幼儿园的标准是 不能有户外的溜滑梯 跟爬高爬低 所以他选到一家 只有室内小小的 他觉得非常的安心 结果送去之后 第一个礼拜赫然发现 要过两条马路 老师会带去附近的社区公园 一样溜滑梯 他立刻退出 立刻再转学 他就是要转到一个 不会有风险的地方 所以他的小孩就怕高 不会爬 然后到了很大的时候 他再送去想要上体操 或什么 因为觉得他体能太弱 所以这可以看到说 父母其实在 让小孩自己去练习 茁壮成长的时候 父母是要有 可是并不是很多父母 愿意在忙碌的生活 高压的生活之下 再去操一个心 你让小孩 每多尝试一件事 你让小孩谈恋爱 你就要担心 他失恋会受不了 都是风险 对 所以其实 所谓的我是为你好 这句话 其实背后讲的是 你为什么不为我好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不为我好 那小孩其实 都会听得出 这个东西 而且我想 刚刚有一个事情 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出于自己的恐惧 或自己不愿意 承担风险的需求 你就是强迫小孩 要来配合你的话 小孩都知道 所以你很快的会失去一件事情 就是小孩的尊重 那失去小孩的尊重之后 你即便有很好的人生经验 小孩都觉得说 因为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在我跟你的利益之间 你永远是考量你自己的恐惧 你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所有价值的事情 小孩会起疑 那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判断 那他就是以所谓的叛逆 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另外一个 刚才像朗朗那个例子 我们也看过很多 临床上的个案是这样 为什么孩子会有支持 但是他要搞烂自己的前途 因为父母跟孩子的界限 不清的时候 父母把小孩当成 自己的一部分 是不是 所以小孩跟你之间 我跟妈 你之间没有界限 那我很气你的时候 我要伤害你 我又动不到你 我伤害我自己 不是就跟伤害你一样吗 因为你是你教我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你是我生命 我是你生命的延续 对不对 我动不到你 但是我既然是你的延续 我要伤害你 你就 报复 所以很多我们临床上看到 就报复 其实为了要 抗议父母 但他报复在自己身上 是的 其实你去追溯起来 很多都有 人我之间界限的问题 那父母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回头来看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你能不能让他成为一个个体 成为一个个体的事情就是 他不完全受你控制 而你爱他 你是要承担风险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这种控制狂 父母好像特别多 我觉得我们的华人社会 不太善于处理失败 他们的观念根本没有失败两个字 就是只有一个模式 你就是要成功 而且我认定的成功 所以就是我尽全力去 赞美你往成功的路上 所以只要是你的失败 那就是我的失败 所以我根本不允许失败的出现 嗯 好像 我是觉得说台湾会有 那么多这样的父母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就是这样的父母越多 就表示这个时代的父母 就是比较不长进的 因为这个时代 说实在是已经可以看到 很多讯息的时代 然后也很多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说 朗朗那个例子 在我们演艺圈超多的 那多到什么地步吗 就是多到可能全家人 都要依赖这个小孩子 是 来过生活 比如说我以前 就是也做过一个艺人 天王级的 这爸爸从他六岁 就开始招聘他 弹钢琴 练歌什么都可以 而且八岁就上登台表演了 你知道他怎么登台吗 因为他有那种人群障碍 他每次都被他爸爸 一脚踢出去 他这样 出去他也能唱 还可以唱 那十岁来讲就是说 就是受害越深的 通常都是很听话的 这个孩子听话到什么 听到把爸爸的 那个权力欲望已养大 然后就是互相互相干扰 你说这样的状况 后来这个艺人很红 我还记得一个艺人朋友就说 像他这种个性不当歌手 他能做什么呢 我说做什么都比受伤好 因为你都不晓得这些人来 大家看到的风光 可能是看到一个成果 但对他来讲 他经历过多少绝望 而且我常常想说 为什么父母会希望 自己的小孩很乖 你不会担心他以后 被别人控制吗 因为我们在看小小孩的时候 你要他说不要管 妈叫你怎样就怎样 然后去了学校又说 你不要那么呆 同学叫你把玩具给他 你就给他 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 对啊 你不是叫我不要管吗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吗 对啊 所以他就养成了 很乖顺的个性 然后但是妈妈后来又骂他说 很呆啊 人家叫你怎样你就怎样 谈恋爱就说 男人叫你怎样你就怎样 你婆婆叫你怎样你就怎样 那女儿真的有一天 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终于回了他吗 妈 这是你教我的 这真的其实影响很大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我们的孩子这么乖 那这么乖的孩子出去怎么 你刚刚不是讲 外面世界很危险吗 那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些 十八般武艺呢 对不对 我刚本来要问王医师说 如何跟父母好好相处 阿德就讲 没有办法跟父母好好相处的 好 那我就修正一下 如何跟父母设定界限 自我修复 可能要去理解一下 要去懂得彼此去说抱歉 那所谓的抱歉 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我们常常中文都翻译成 对不起这样子 但实际上它的概念 是介于那种道歉 跟那个一般 我们所谓的遗憾之间 怎么讲呢 就是说有很多时候 我很遗憾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我不能够要负所有的责任 简单来讲就是 你今天父母亲要控制我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说做爸爸的 你有你的焦虑 你有你的担心 我也相信你是爱我的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的生命必须要为我负责 那当我拒绝了你这样子的操纵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真的要切断 我跟你相爱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彼此的爱 不需要透过这样子的控制来去达成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达成 用彼此互相理解 彼此互相的沟通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爱 而不是用我接受你的控制 我承认你的延续 来变成来成就爱这样子的东西 OK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一直从开始到现在 都是在讲爸爸妈妈控制 其实当爸妈妈非常的不容易 我真的在这边要帮爸爸妈妈说话 因为我自己是三个青少年的妈妈 真的我常常被他弄到很想哭 不是只有我们会去情绪勒索孩子 其实现在孩子也很善于用这招来回报我们 好 那就有一天我们老大就跟我说 妈妈 我觉得你很不公平 我高二的时候玩社团 也没有像弟弟玩成这样 那你就天天跟我说我玩太风 然后功课都不管 可是你看我弟弟现在完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当场说对 弟弟整个是玩疯了 两个礼拜都不去上学 完成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对老大很抱歉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说哥哥真的很抱歉 妈妈是真的第一次来面对你这个孩子上高中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高中要怎么去拿捏课业跟社团 所以那时候我很多焦虑 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拿捏得很好 所以我请你谅解 那弟弟因为经过你的例子我很感谢 所以我才会放得很开 然后哥哥听到我道歉 他马上都没有说话 我说真的我非常谢谢你我也很对不起你 然后哥哥真的就没讲话 可是弟弟的案子是非常可怕的 你看他为了要拍自己的影片 他一两个都没有 从第九名掉到第九十名的 他是本来PR值都十几 然后掉到八十几九十几 然后甚至就是都不去上学 然后每一个周末都跟同学去戏纸山去拍片 我就说孩子请你弄清楚 他就马上脸都变了说妈 你可以不要讲吗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影片已经崩溃多少次吗 我们要跟某一个有名的女校合办成果发表会 我真的担心我做不出来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跟你不要讲 好 那我就只好就是极力的控制 因为你看他都没有去上学 补习也没去补 然后考试考得乱七八糟 一片红字 他在家里搭这个 我都没办法想象 就做了为了那个去戏子山区要搭个鬼屋 不可能搭在山上 就把我们家木床整个盖个那个鬼屋 超酷的 对 我真的很欣赏他的那个投入跟才艺 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如果我的小孩在做这件事情 我就会跟他讲到说 因为我小孩也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 我就跟他讲说 我觉得我建议你 不要压力那么大 我们可以先休学 我经理告诉自己就是一年 顶多荒废一年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活到这个年纪 最后孩子成果发表会的那天 非常有趣 他一站上台 你知道底下的学生现在都叫他 就叫他名字 就全部大叫 然后还有同学上去就说 爸爸妈对不起 我们知道我们这阵子都没有读书 我们会在今天之后 一定会做给你们看 结果我孩子在第二天 来收道具的时候 三个穿白帽的男生进来了 然后就脱下来说 天哪 全部剃光头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们就是同才之间觉得 这就告诉你我要立定成风 我们会做给你看到 还绑一个布条必胜这样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父母这段历程呢 真的是很辛苦 那阵子我真的 我也不敢说多说 所以我真的必须 帮父母说一句话不容易 我们的控制也不是 我们自己要控制 我们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但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父母啊 是不是 父母真的也是第一次当爸妈 所以我们也试着从 你看我自己有孩子 可以从第一个例子 到第二个例子 我相信我会越做越好 所以难道 这其实一定有点革命了 所有的反抗控制都要革命吗 一定要革命的 为什么一定要革命 只是说 不要以为革命都是很激烈的 也有很柔性的 也有很体谅的 就是说其实 你看你都是一个专家了 你都可能有这么大的情绪 我相信一般的父母 是更焦虑的 我的看法是怎样 就是说 其实小孩子在做这些 所有的事情的选择来讲 就是说他为什么那么厉害 要跟你对抗 要做什么 其实他不是要对抗你 他只是要证明他这个时代 他这个选择 有没有可能是对的 是 就是说他需要的是一个 这样一个支持 所以我就支持他 因为当一个孩子 都会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 他不会不知道有这个压力 快要考试了 对不对 然后他是在这个时候 是要把他撑下来的 而且我希望我孩子 真的自己亲自走一趟 对 他自己去经历 他自己去体验 然后他要怎么去收 他要怎么放 我相信他自己走这一招 他真的体验得很 很厉害 那个收获比你安排得更好 对不对 给父母什么建议 我给父母的建议 第一是你对孩子的焦虑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知道的 小孩也是知道的 但是在跟小孩相处的时候 我想父母必须很谦卑地承认 自己的脆弱 自己的私心 那么你承认你自己的脆弱 跟私心之后 下一步是你还是要告诉自己 我跟他一样有需求 我们的需求有冲突 但是我是父母 请注意这句话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是我是父母 所以你现在都要听我的 后面是你承认了 你看到你自己的脆弱 跟焦虑之后 你想说 但我跟他想法有冲突 可是我是父母的意思是 所以我要承担更多 因此我想父母护持小孩是必须的 可是护持跟大家想着手掐着它 是绝对不同的 你可能要把自己的手变得很大 所以他轻微跌倒的时候 怎么样叫做接得住 这是给各位父母的建议 其实每一代的爸爸妈妈 都扛了很多过时的观念 在教导你们 所以来边就是说 这些教导你要想要说 它越不合理 你也越知道它状况的时候 你要站在一个 帮助父母的角度 去把这些放下 就是说这个时候 其实是 这父母的情绪需要你去体谅的 需要你把它松绑的 就是你以后遇到这样的方式 即使没有成功 你受了创伤会比较少 很多 因为我们父母说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控制狂 我自己都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怎么会是控制狂 对 控制不了的 控制最大 OK 祝大家晚安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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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